高興跟大家一起在神的殿中敬拜 好不好我們先為著自己來禱告 求生十下聖靈 在你現在在的地方 聖靈幫助我們 讓我們不論在哪裡 哪裡就可以感受到你的同宅 幫助我們的心 能夠因著你的話語 因著你的愛 因著你在世上所給我們的一切 讓我們感受到 這不是單向關係而是雙向 好不好我們一起來為自己禱告 說聖靈你在我們當中 我在哪裡 你就在哪裡 好不好我們一起來禱告 天父幫助我們在我們世上的一切 勞苦 重擔 都將要卸下 因為聖靈幫助我們 恢復我們的心 讓我們重新得力 你站在神的殿中敬拜他 只要你在哪裡 只要聖靈在哪裡 你的殿就在哪裡 聖靈求你幫助那些需要的人 不論在疾病 不論在疾病上 或在關係裡 或是在困難當中 只要他學著仰望你 學著尋求你 向你禱告 你就必幫助他們 好不好我們一起來 在為自己禱告說 聖靈你要幫助我們 當我們尋求你的時候 你就在我們當中 你會為自己把著做的 即使誤悶 在那裡 不再有種人 你會為自己的 情緒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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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從事實上 你會為自己的 要是 你會為自己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神灵你帮助我 神灵你帮助我 无论我在哪 神灵你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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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论在哪 神灵 你帮助我 神灵 你帮助我 神灵 你帮助我 在哪里敬拜你 神灵 你帮助我 神灵 你帮助我 神灵 你帮助我 无论在哪里敬拜 神灵你帮助我 神灵你帮助我 无论在哪里清白 神灵你帮助我 神灵你帮助我 无论在哪里清白 神灵你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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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在哪里清白 你 神灵你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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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我祝福 祝我仰望你 我帮助来自你 使我智慧 凡事都在你手里 祝我仰望你 我全然心靠你 使我一想 能看见你心意 祝我仰望你 我帮助来自你 使我智慧 凡事都在你手里 祝我仰望你 我全然心靠你 使我一想 能看见你心意 使我仰望你 我帮助来自你 使我智慧 凡事都在你手里 我的力量 我爱你 我的力量 我爱你 我的盘石 我爱你 从永远到永远 我要爱你 我的力量 我爱你 我的盘石 我爱你 我的盘石 我爱你 我的盘石 我爱你 祝我仰望你 我全然心靠你 祝我仰望你 我全然心靠你 使我一想 能看见你心意 祝我仰望你 我帮助来自你 使我智慧 凡事都在你手里 说我的力量 我的力量 我爱你 我的盘石 我爱你 我的盘石 我爱你 从永远到永远 我的盘石 我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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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永远到永远 我要爱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成长圈 在你和我的家 哈利路亚 成长圈 哈利路亚 成长圈 从永远到永远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成长圈 哈利路亚 成长圈 哈利路亚 成长圈 哦哈利路亚 成长圈 从永远到永远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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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张牵 哈利路亚 伸张牵 哈利路亚 伸张牵 从永远到永远 哈利路亚 我的力量 我爱你 我的盾牌 我爱你 我的盼视 我爱你 从永远到永远 我要爱你 我的力量 我爱你 我的盾牌 我爱你 我的盾牌 我爱你 从永远到永远 我要爱你去 我的力量 我的力量 我爱你 我的灯海 我爱你 我的盼视 我爱你 从永远到永远 我要爱你去 从永远到永远 我要爱你去 从永远到永远 我要爱你去 要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 我们现在敬拜神 要唱唱哈利路亚 在我的手里面前 要唱唱哈利路亚 神多不幸和怀疑 要唱唱哈利路亚 赞美是我的武器 要唱唱哈利路亚 天堂降临的圣灵 我要歌唱 就算在风暴之中 我要胜赞美 无憾之道充满全地 从未尽之中 盼望映地 伤玩意溝败 敬望意富货 让声唱哈利路亚 在我的头顶面前 让声唱哈利路亚 胜过母亲和话语 让声唱哈利路亚 在我的头顶面前 让声唱哈利路亚 天堂降低的神力 我要歌唱 就算在风暴之中 我要胜赞美 呼喊是道充满前提 从未既知中 盼望神奇 死亡已溃败 君亡已复活 我要歌唱 就算在风暴之中 我要胜赞美 呼喊是道充满前提 从未既知中 盼望神奇 死亡已溃败 君亡已复活 我要养生赞美 在我的船里面前 我要养生赞美 赞美是我的父亲 赞美是我的父亲 我要养生赞美 胜过不幸和怀疑 我要养生赞美 好 更唱 我要更唱 就算在风暴之中 就算在风暴之中 我养生赞美 我养生赞美 尽量充满前提 从未既知中 盼望神奇 死亡已溃败 君亡已复活 我要歌唱 就算在风暴之中 我要生赞美 我养生赞美 无憾之道 充满前提 从未既知中 盼望神奇 死亡已溃败 君亡已复活 弟兄姐妹们 我先告出来 我要歌唱 就算在风暴之中 我要生赞美 无憾之道 要充满前提 从未既知中 盼望神奇 死亡已溃败 君亡已复活 祝福 祝福 你相信神的祝福会在你们家吗 你相信神的祝福会在你们家吗 就在今天开始 就在今天开始 神的祝福会浇灌在你们家 而且是上天下流 延腰带安 你要把它装满 而且你会说阿妹 因为你知道每一个恩典都是从神而来 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智慧 而是靠祂的能力 加添在你身上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你每一个祷告神都垂听 你的祝福 你的每一个祝福都是从神而来 而且你要把器皿装满的祝福 再倾倒到下一个人 到千代 到万代 你的子孙 你的后代 也要承受这个祝福 因为耶和华 是充满祝福 怜悯 慈爱 一切的神 是你唯一必须要信靠的神 没有一个神 能够在你家中 做王 掌权到永远 而且祂是没有交换条件的 祂是在你们家 白白的施恩会在你们家 而且充满着医治 充满着怜悯 祂的慈爱会在你们家 圣灵 我求你现在 帮助弟兄姐妹 能够连结于你 你的祝福倾倒下来 让他们今天晚上回去的时候 在梦中与你相遇 你告诉他 你从信靠他的那一天开始 有多少祝福一直到现在 主要求你帮助百姓 让他们了解到 哪一个是属于你的祝福 天父 今天晚上 要将这个祝福 倾倒下来 你要恢复你百姓的心 你要恢复 从天而来的祝福 天父帮助你百姓 他们是站立在你面前 天父帮助你百姓 他们是站立在你面前 一个人的区别 你的祝福 你本人是天父帮助你 有一个人的祝福 那一天 我能够来 你来谈阳 你来谈阳 我可以来谈阳 你来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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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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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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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师父 保护你 是他的脸 光照你 是恩典给你 太阳烈 坚固你 是你 阿 主师父 主师父 保护你 是他的脸 光照你 是恩典给你 太阳烈 坚固你 是你 平安 我们一起阿们说一切都是你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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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阿 侵道下来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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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 我们一起来祷告 愿他恩宠 愿他恩宠 在你身上 他的慈爱 祈祷接待 在你家庭 和你恨女 和他后代 祈祷逆 晚代 他同宅 为你开动 坐你后段 在你左右 是我烦恼 在你里面 还不离开 与你同转 我在清晨 我在夜里 我是你主 我是你人 我是流泪 我是欢喜 他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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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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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求着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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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着祢 祂帮助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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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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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帮助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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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属于祢 祂帮助我 祂信靠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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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属于祢 好不好 我们一起为着我们的家来祷告 神啊 求祢兴起我们的家 让我们将能够在祢的里面 在祢的祝福里面 主要不论家里面有没有人生病 有没有人渴慕祢 但是祢都祝福我们的家 因为有一人献上祷告 祂帮助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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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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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繼續來看顧 看顧我們所有人的家庭 看顧我們的工作 最重要的是看顧我們每一個人的信仰 讓我們都能穿著你全副的軍裝 來抵擋那所有一切 來自撒旦魔鬼的攻擊 神啊 求你繼續來看顧 也幫助俄羅斯跟烏克蘭 這兩個國家的人民 讓這兩個國家不要再戰爭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所要打的戰爭是屬靈的戰爭 是要對抗那天空的主宰惡魔 當有負面的思想 言語 進到我們裡面的時候 神啊 求你竭盡我們的心 讓我們所想的 所出口的 都是鼓勵別人 造就別人的話語 讓我們知道 我們基督徒是祝福的泉源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祝福的管道 神啊 我們要讚美你 我們要稱謝你 進入你的願 進入你的殿 也因著讚美你 我們的嘴巴 也要去讚美我們的家人 讚美我們身邊的每一個人 我們的朋友 透過讚美來祝福他們 領受神你更多的恩賜 領受神你滿滿的恩典 主啊 也求你幫助全世界 COVID的疫情來減少 讓COVID的疫情能夠來消失 讓許多確診的人 能夠得到神你的醫治 神啊 降低COVID的致死率 讓我們所有的人 不用活在懼怕當中 因為你是賞賜我們真實平安的神 神啊 求你的聖靈 繼續來浇灌我們 幫助我們 讓我們知道 當我們讚美你的時候 我們就能持續不斷地突破 當我們讚美你的時候 神啊 你就讓天地搖動 讓整個台南市成為福音化的城市 讓我們能夠一起在台南市 建造一千個家祭壇 三百個家教會 讓許多的家庭開口 就喊七聲的Hallelujah來讚美神 神啊 我們要繼續領受你的恩高 領受你的豐盛 領受神你給我們一切的美好 神啊 求你也幫助我們 透過今晚的禮拜 我們從仁義牧師那邊 來領受這美好的道 讓仁義牧師的口中所出的一切話 多帶著神你的芳香 神你的滋潤 以及神你的提醒 神啊 求你繼續來交灌我們 將你的靈交灌我們 讓我們每一個人 都可以無時無刻 都來呼喊 Hallelujah 神啊 我要讚美你 神啊 我要稱受你 神啊 我要傳扬你的福音 神啊 當我遇到人的時候 我要將你的好消息報給他們 神啊 求你也看顧我們當中 有疾病的 有痛苦的 神啊 你來醫治我們 安慰我們 讓我們知道 我們的轉弱在你的面前 都能變為剛強 神啊 我們謝謝你 讓我們有這麼好的敬拜團 這麼好的服侍同空 以及這麼多好的弟兄姐妹 讓我們一起來讚美你 一起來聚會 一起來稱受你的名 神啊 我們謝謝你 我們也一起用主教導我們的主導 來祷告說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遵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脫離凶惡 因為國度 權柄 榮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遠 阿們 我們邀請弟兄姐妹 繼續一同站立 我們來開口 攻讀神的話語 今天神的話語 記載在詩篇一百篇一到五節 我們一起來念 請 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 你們當樂意侍奉耶和華 當來向他歌唱 你們當曉得耶和華是神 我們是他造的 也是屬他的 我們是他的名 也是他草場的羊 當稱謝進入他的門 當讚美進入他的願 當感謝他 稱送他的名 因為耶和華本為善 他的慈愛存到永遠 他的信實直到萬代 第二處在詩篇三十篇十一到十二節情 你已將我的哀哭變為跳舞 將我的麻衣脫去 給我披上喜樂 好叫我的靈歌頌你 並不住身 耶和華我的神啊 我要稱謝你 直到永遠 雅各書二章十四節請 我的弟兄們 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 卻沒有行為 有什麼益處呢 這信心能救他嗎 弟兄姊妹請坐 本週教會消息 為營造專注的主日敬拜氛圍 請各位弟兄姊妹 再次確認 手機請關靜音 或轉為靜音跟震動 也請確認關閉通訊軟體LINE的通知 若您需要協助 歡迎詢問場邊的招待人員 這是我們的家 我們一起來敬拜上帝 一同享受上帝與我們同在的美好時光 本週日公守聖餐 邀請弟兄姊妹預備心 您受祝福 週日後 請弟兄姊妹將聖餐杯 帶出會堂 門口將有招待同工 統一回收 一起感恩 線上奉獻 隨著疫情持續嚴峻 教會有以下四種奉獻管道 幫助大家在疫情中 仍可向神線上感恩 經歷豐盛恩典 第一種信用卡奉獻 詳情可請下高薪如傳道 第二種 ATM轉帳奉獻 奉獻後請將後五碼 與姓名告知平方傳道 第三種 現金奉獻 可於主日時奉獻 或於週間使用得來速送至文創地下室 也可以聯絡區木同工前往收取奉獻 第四種 支票奉獻 可將支票郵寄至新中路14號 記得住民財務部收喔 若需要查詢奉獻進度 請於奉獻後五到七天上網查詢 詳情可洽干事小五 為了使對賬以及奉獻收據的開力 更為正確 以下事項 請各位弟兄姊妹配合 若使用公司名稱奉獻的弟兄姊妹 請寫名公司全名及統編 以開力奉獻證明 若使用奉獻信封的弟兄姊妹 請記得將大名寫上 並填寫奉獻編號 如不知個人奉獻編號可洽干事小五 可於奉獻後隔天請洽干事查詢個人奉獻編號 最後有任何奉獻相關的問題 請洽五平方傳道高薪如傳道與干事小五 疫情終究會過去 危機將成為轉機 祝福弟兄姊妹在給予中 經歷到上帝的豐盛與保護 非洲谷在六月要開課囉 是由台南藝文協會舉辦 在疫情與大環境的壓力中 協會規劃非洲谷與打擊紓壓課程 打掉一生的煩憂和壞運氣 打出心裡的歡喜和快樂 六月起每周四 午休時間十二點十分到十二點五時 即日起開始報名 詳請請掃QR Code 或請洽協會專線 金字寶藏開始報名囉 這次就有很多困難很多挑戰 但是不要怕 最大的武器就是我們心中的寶藏 你的心如何 日子就如何 力量也如何 歡迎生小一到小五學童報名 時間是在七月三號到五號 費用是兩千兩百元 五月三十一號前報名 就會享有早鳥優惠價兩千元 住宿地點在宏運文創跟去逃曼旅 報名完成後將會收到行前通知書 截止日期是在六月十三號 額滿就會提前截止 並且會依照疫情的狀態滾動式調整 想要報名請掐欣如老師 要報名要快喔 各位弟兄姐妹請注意 如果您的愛車停在南蒙電機的停車場 也請您在十二點之前將您的愛車移出 謝謝大家 以上是本週教會消息 我們跟隔壁的人打個招呼好不好 好 嘿嘿 感謝主 我們在疫情當中還是可以來到神面前敬拜 上個禮拜跟大家分享到 有一個王叫約沙法 他面對三國聯軍的時候 然後他尋求神 神只叫他說你就站著就好了 站著擺正就好了 不要征戰 那神要他看神為他做什麼樣的大事 所以當他知道這個訊息之後 他就跟他的百姓一起討論說 既然我們站著 那我們就先讚美神 為了等一下的得勝先讚美 所以他們先為了後面的勝利 先做了一個宣告性的讚美 當他們開始讚美的時候 他們就看到這三個國家互相的打戰 互相的征戰 自相殘殺 然後他們根本不用動到 一兵一竹 他們就得勝 所以我們知道說 當我們讚美的時候 其實神會在我們的生命當中做奇妙的工作 可是我知道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心裡面 會這樣子想 我也讚美 我也來教會唱歌讚美神 我在家裡面也祭壇 我也敬拜神 然後我也花時間宣告 我也喊Hallelujah 然後每天都喊七聲Hallelujah 但是怎麼好像沒有太大的改變 好像我的生活也沒有突破 然後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我不是讚美了嗎 我不是盡心竭力的歌唱 我甚至也讚美神 讚美神的美好宣告了 那怎麼好像一點改變都沒有 在今天的天良講得很清楚 很多人他們會花很多的時間 進到神的裡面去 讀經啊 禱告啊 參加特會啊 然後看很多的属灵的書籍啊 或者是參加什麼樣的課程也好 然後找邪談也好 這些都沒有不好 這些沒有不好 可是生命依然沒有改變 每次可能參加完一個聚會玩 哇 好棒好棒 回到家裡面 這個 今天立定心智我要做一個說 好聽話的人 結果回到家看到孩子在那邊 跳來跳去 撞來撞去 馬上就 或者是 不要再被撞了 這樣子 不要再叮噹 就是我們好像回到現實的時候 就會馬上的脫離了剛剛參加聚會 或者是讀聖經 靈修的時候 那種好像跟神很親近的樣子 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出在他們沒有走到耶穌的裡面去 問題是我們在參加聚會 讀書的時候 我們沒有真正的 insight到耶穌的裡面 到底耶穌在想什麼 到底我們的心思意念 有沒有跟神的心思意念 是結在一起的 還是我還是我 我的想法還是我的想法 耶穌的想法很好 但是我的想法還是我的想法 我們很常這樣子 所以你就會發現是不會有改變的 而且甚至有的時候會活在一個 更嚴重的是抱怨的裡面 這個你看 以色列要出埃及的時候 他們不是看到了很多的神蹟嗎 經歷了神這麼多的事情 神降了食災 又帶領他們離開埃及 然後過了紅海 然後神又用紅海湮滅了這些埃及人 你看以色列人看到這麼多神蹟奇事 結果在走曠野的時候一樣在抱怨 所以他們永遠進不去 神所應許他們的流難與蜜之地 今天早上我聽說 我們的兒童主日學就講了這個故事 那我們主日學的老師們呢 就帶著孩子們在文創的外面 走了一圈 讓他們體會什麼叫做進入曠野 才走這一圈而已喔 他們就說孩子們開始抱怨啦 老師 好熱啊 老師 我們為什麼要走這裡 老師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回去 不像比較大出來而已 你看文創這一圈有多小圈 人家走四十年呢 拍一拍四十年呢 我們才幾分鐘就走完的 小孩子就開始抱怨了 當然回到教室之後 就讓他們體會什麼叫做 進入迦南美帝嘛 給他們一人一罐蜂蜜牛奶 牛奶與蜜之地 蜂蜜牛奶 孩子就很開心 我們有一個同工 曾經參加一個四天的營會 然後他參加完這個營會回來之後 就一直讚美他老婆 一直說好聽的話 哇 這個太太 覺得這個營會真好 改變了我的先生 不是一個什麼 這個 馴夫的什麼營會 不是什麼弟兄營會 就是一個經濟神的營會 哇 前面一兩天 這個太太感覺好棒喔 我說這個先生都改變了 他們在夫妻上的關係有很大的突破 所以老婆也說這個營會真的太神奇了 竟然可以改變我的先生 花四天的時間很值得 結果到下一屆要報名的時候 我就邀請這個太太說 那這次要不要換你去 大概就是兩個月之後 兩個月之後 結果這個太太一口就拒絕了我的邀請 我就說你怎麼不去呢 先生上一次不是蠻好的嗎 她就說我老公上一次回來 只改變了兩天 四天則半 只改變了兩天 第三天就開始完結了 開始細細念 然後看這個也不對 看那個也不對 第三天就打回原形了 就是這樣 她就說那參加自己營會幹嘛 一點用處都沒有啊 我早就不知道怎麼說 怎麼會沒有改變呢 怎麼會沒有改變呢 今天天良第二點說了 一個基督徒要真實地走到耶穌的裡面 必須要用稱謝進入他的門 讚美進入他的院 剛剛齊瑞牧師也帶我們禱告的時候說 我們要用稱謝進入神的門 用讚美進入神的院 而且要用心靈跟誠實 盡心盡心盡力地來讚美他 整個生命都要浸泡在讚美的裡面 不是只是讚一讚而已 不是只是讚美個兩三聲 就以為我有讚美了 要走進耶穌的裡面才有改變 如果只是在門外面讚美 在門外面讚美 所有的改變都是外面的 神說要進到這個院裡面 進到門裡面的時候 要用讚美跟感謝 進到這個人的家裡面去 進到神的家裡面去 詩篇100篇我們剛剛讀的經文 第四節就講了 當稱謝進入他的門 讚美進入他的院 當感謝他稱送他的名 所以聖經說我們要這樣子做 我們都知道了 我們沒有人喜歡一個 家裡面有一個很愛睡睡念的人 對不對 我們都希望這個 家裡面充滿的聲音是讚美 是喜樂 是歡笑的聲音 沒有一個人喜歡待在一個 每天在家裡面都一直聽到 一直抱怨 一直罵人的聲音的一個家 上帝也是一樣 上帝也是一樣 如果神的家一直充滿了抱怨 充滿了責備 你覺得有人喜歡待在天堂嗎 對不對 但是我們不可能 都只站在門外讚美 一定要進到這個家裡面之後 繼續的讚美 進到家裡面之後繼續讚美 才能夠待在那個家裡面 不然就沒有下次 這個主人是不會再歡迎你的 如果你進到人家家裡面 當客人的時候 一直念這個 一直陷這陷那 下次不會有人請你來 對不對 所以當我們進到神的家也是 進到神的家的時候 不是只是在外面讚美 好像 哇 這個神好棒神好棒 進到神的家裡面之後 還要繼續的讚美 在聖經當中 有一個人 我今天講另外一個人物的故事 就是他不管人家怎麼看他 他就是用他的生命 用和神心意的方式在讚美神 這個人叫做巴迪迈 這個人叫做巴迪迈 可能很多人認識他 知道這個人 他生來就是瞎眼的 那他也不知道為什麼他生來就是瞎眼的 但是他抓住任何一個可以讓他得到一致的機會 上個禮拜我們分享 約沙法王怎麼樣靠著讚美 在戰爭當中得勝 今天我們要來學習 怎麼樣在讚美當中得到神的一致 在馬可福音的十章四十六到五十二節 我們一起來看這段的經文 四十六到五十二節 到了耶利哥 耶穌同門徒 並許多人 出耶利哥城的時候 有一個討飯的瞎子 是迪迈的兒子巴迪迈 坐在路旁 他聽見是拿撒勒的耶穌 就喊著說 大魏的子孫可憐我吧 有許多人責備他 不許他作聲 他卻越發大聲喊說 大魏的子孫可憐我吧 耶穌就站住說 叫他過來 他們就叫那個瞎子 對他說 放心起來 他叫你了 瞎子就丟下衣服 跳起來走到耶穌那裡 耶穌說 要我為你做什麼 瞎子說 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 我要能看見 耶穌說 你去吧 你的信救了你了 瞎子立刻看見了 就在路上跟隨耶穌 耶穌問巴迪迈說什麼 你要我為你做什麼 耶穌直接問了這個瞎眼的人 說你要我為你做什麼 弟兄姐妹 當我們在讚美神的時候 神啊我讚美你 我高舉你 我敬拜你 你是偉大的神 你是一致的神 你是豐盛的神 你是慈愛的神 哇讚美神一堆啊 哇神你好棒 然後當耶穌轉頭問我們說 你要我為你做什麼的時候 很多時候其實我們是愣住的 我怎麼不在被說什麼 有的時候我們會在這樣子的狀況裡面 不知道要怎麼回應 耶穌想為我們做點什麼 但是有的時候我們卻講不出來 然後機會就這樣過去了 但是巴迪迈卻抓住了每一個機會 讓他可以得到意志的機會 得到祝福的機會 所以今天我們要一起來看 當巴迪迈聽到耶穌來的時候 他就大喊說 大魏的子孫耶穌啊可憐我吧 可能很多人說這是什麼讚美 這是什麼讚美 當他在說可憐我吧的意思就是 神啊你是有慈悲有怜悯的神 他是在讚美神 所以神啊你看看我吧 神啊你是慈悲怜悯的神 你看看我吧 他在讚美神 所以第一個他先呼求 他大聲的宣告神的屬性 先把神的屬性講出來 神就不能不医治他 有沒有很聰明 神你是医治的神 所以你要医治我 神你是豐盛的神 所以你要賞賜給我豐盛 當耶穌走到耶利哥城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一個人理他的 在那個城市的裡面 沒有一個人需要耶穌的幫助 有沒有很像我們有時候在讚美神之後 耶穌問我們需要做什麼 然後我們就不知道該回答什麼 一直到耶穌要離開耶利哥的時候 巴迪迈聽到耶穌在這個城市的裡面 他就大聲的呼叫 說 耶穌啊 耶穌啊 可憐我吧 耶穌啊 你是慈愛怜悯的神 你看看我吧 弟兄姐妹 這一個人在整個城市的當中 只有一個人呼求耶穌 整個城市都失落了耶穌的祝福跟恩典 只有一個人抓住這樣的機會 當耶穌走過我們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是可以經歷神的祝福的 但是我們需要抓住這樣的機會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我們是不是願意放下面子 像巴迪迈這樣子 大聲的呼叫說 耶穌啊 今天就算這個沒有人 沒有一個人需要你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我要叫到你回應我為止 因為我需要你來幫助我 來醫治我 你看我們剛剛敬拜團 喊吉跟怡貞 有沒有吼到一個 麥克風沒電了繼續唱 他們就是要求神來到我們的當中 來祝福我們每一個人 祝福這首歌 不是張學友的祝福 是 是這個祝福我們家族直到世代 直到萬代的祝福 當我們每一個人都在讚美神 都在呼求神的時候 我記得我看過一個影片 我記得我看過一個影片 他在講一件事情就是 你知道我們每一次呼喊神的名字 在向神呼喊的時候 其實神的名字是 原本猶太人在寫神的名字的時候 是不能沒有母音的 所以都是氣音 所以我們有時候可能聽到一些詩歌會唱 亞衛有沒有 在上帝的名字就是亞衛 稱呼神就是亞衛 那其實猶太人是沒有R跟A的 所以他們其實在講上帝的名字的時候 猶太人 他們是講亞衛 是氣音來著的 亞衛這樣子 因為我們不能直呼神的名諱 只能 因為我們稱人的名字 我們可以直稱 可是呢 對於神的敬畏 我們不能直稱神的名字 所以他們對於神的名字 就是只能用氣音來發音 那其實這個影片講到說 其實這個氣音就是我們人的呼吸 就是我們的呼吸 當神創造人的時候 神不是吹了一口氣到人的身上嗎 到亞當的身上嗎 進入到人的身體裡面 我們就變成了有靈的活人 因為在聖經裡面說到的這個呼吸 跟靈是同一個字來著的 這樣我們可以開始想像說 當我在呼吸的時候 我的每一個呼吸 就是在運作神的靈 就是在運作神的靈 所以我每一次吸氣的時候 其實就是把神的靈吸進來 我每一次吐氣的時候 我就是把我裡面不乾淨的東西吐出去 所以每當我們在呼吸的時候 其實都一直是在呼喊神的名 當一個孩子剛出生 從母父出來的時候 他開始叫的那一聲開始 他就在稱頌神的名 這是對於猶太人來講 他們的文化是這個樣子的 因為神就是靈就是呼吸 所以我們現在每一個人怎麼樣 雖然安靜但是我們怎麼樣 都在呼吸對不對 你們還活著吧 所以我們其實每一個人的每一個呼吸 都在稱頌神的名 都在叫上帝啊 上帝啊 上帝啊 所以有的時候 當我理解這件事情之後 有些人可能說 我不相信上帝 可是他的呼吸卻在做什麼 呼求上帝 他的呼吸卻在呼求上帝 所以不要小看我們的每一個呼吸 所以聖經也說 連我們在躺握的時候 都在讚美神 有沒有 你躺握呼吸嗎 睡覺也會呼吸嘛對不對 所以你看要很敬畏的 我們二十四小時 沒有很難啊 二十四小時要一直讚美神 唱歌 那會騷擾 很困難耶 要讀聖經也很困難 可是我們會發現 我們的每一個呼吸 二十四個小時都不斷的在讚美神 就是這樣 都在稱頌神的名 你都在呼求神 所以不要小看我們 每一個時刻的呼吸啊 神啊 謝謝你一直跟我同在 你知道當我們讚美神的時候 你知道神的心是會得著喜悦的 好像我剛剛講的 當我們進到神的家 我們不斷的讚美 不斷的感謝 神是會歡迎 這些感謝讚美的人 進到他的家裡面 我不是說神拒絕那些 有問題的喔 我講的是說 就算我們有問題 可是當我們選擇 宣告得勝的時候 神的心是得著喜悦的 好像有一次我們家小朋友在 他們會 要做一個手作 然後他們要做一個 生日快樂的英文的這個布連 這樣子 他們就要自己印出來 然後劍 然後掛在繩子上吊起來 那他們做好之後 他們就說 爸爸我們想要把它吊起來 那就在家裡面 我們我就幫他們把它掛好 掛在天花板上 那因為對他們來講 他們的邏輯是 我只要掛好就好 可是我想的是 怎麼樣可以掛得穩 對不對 我們大人跟小孩的邏輯 是不一樣的 你就是量好就好啊 可是我想的是 我怎麼樣可以掛好 然後又不傷害牆壁 然後又可以拿下來的 因為我知道這個東西不長久 你不可能一整年 每天都在慶生嘛 所以當我就想說 那我們找一個勾子啊 然後把繩子綁在勾子上啊 這樣把它勾在牆壁上 剛好有一個燈的洞這樣子 我就勾進去 勾好了之後 他們就覺得好好看 然後兩個孩子就這樣 哇 爸爸你好棒喔 這樣子拍手拍很大 然後兩隻腳也這樣子打 這樣子 我就說孩子們 我們來吃爆米花好不好 馬上破戒 媽媽不知道就趕快吃 當我們被讚美的時候 是不是會得到喜悅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巴迪米抓住了神的心啊 現在讚美神 讚美神的屬性 神是怜悯 是慈愛的神 你看看我吧 第二個 信心 耶穌就問巴迪米說 你要我為你做什麼 他只回答一句話說 我要能看見 簡單清楚明了 他的祷告沒有很長喔 祷告沒有很長喔 只有幾個字而已 我要能看見 耶穌就說你的信救了你 你的信心 你心裡面是相信啊 你相信耶穌的能力啊 所以他得著了看見 在過去一個瞎眼的人 在猶太人的文化裡面 很有可能他是被咒诅的 或者他是罪孽深重的人 所以呢 他受到了這樣的咒诅 就是他沒有辦法看見 對於這樣子的人來講 一個背負罪孽 背負這個咒诅的人 是沒有人想要跟他做朋友的 我生怕他的咒诅 會到我的身上 我會被歸為被咒诅的同類 所以他沒有朋友 他沒有幫助 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在街上乞討 但是他今天聽到耶穌來了 聽到喔 他沒有看到喔 他只能大叫 因為他不知道耶穌在哪裡嘛 對不對 所以我只能歐白花 歐白花 然後別人要他安靜 要他閉嘴 他不管別人怎麼想 不管別人怎麼罵他 他只要耶穌 因為他知道 這是一個可以得到醫治的機會 我一輩子都這樣子了 為什麼我不再試試看呢 我一定要嘗試看看 所以巴迪邁的心裡想說 你們儘管笑吧 但是我知道 這個耶穌是一定可以幫助我的神 他一定可以讓我得到醫治 巴迪邁有個很特別的態度 就是他絕對不要錯過耶穌 絕對不要錯過耶穌 弟兄姐妹 當我們來到神面前敬拜祂的時候 我們都坐在這裡了 或者是我們都在建立祭壇了 我們就要跟耶穌講說 耶穌我絕對不要錯過你 我都付上代價來敬拜你了 都付上代價來建立祭壇了 神啊讓我不要錯過你啊 不管人家怎麼笑 不管人家怎麼樣罵 覺得我吵我就是要耶穌 這就是信心 這就是信心 再來第三個 他親身經歷 當耶穌醫治他 他的眼睛一看見的時候 所有旁邊的群眾變成了見證人 大家都知道這個人過去是瞎眼的 所以他們都見證了耶穌的奇妙 見證了耶穌的神蹟 但是這些群眾的感受 跟巴迪買自己原本是瞎眼的 得看見的感受 哪一個比較深刻 自己親身經歷比較深刻 對不對 我自己從原本是看不見 今天我能看見 然後旁邊的人看到 哇他看見了 好奇妙喔 哪一個更深刻 當然是自己親身經歷最深刻 所以我們在尋求神的過程當中 我們需要求神不斷的 讓我們經歷到他 讓我們不斷的經歷到神的作為 我曾經聽過 有人在服侍的時候 他們感受到聖靈跟他們同在 那我也知道聖靈一定會跟我們同在 可是有的時候你知道 我是 我是一個有時候有一點 比較理性一點的人 所以我 對於一些感受 有時候比較沒有那麼的強烈 但是呢 我就跟神禱告說 神啊 因為我用不一樣的方式在服侍你 我會分享 我會帶敬拜 我會彈琴 我會探訪 都用不一樣的方式在服侍神 我就跟神說 神啊讓我也經歷看看 有的人他在敬拜的當中 真的經歷到神奇妙的作為 因為我也看過有人在彈琴的時候 彈到一半一直哭啊 然後神就在他身上工作 我就說神啊 可是我彈琴的時候 我都好理性啊 我都在想這個怎麼彈啊 然後 所以我以前就做了一個禱告說 神啊 我也要在服侍的時候經歷你 我不要只是在 被禱告的時候 聖靈充滿這樣 我也要服侍的時候也經歷你 所以有一次很奇妙的事情是 當我們在一個聚會的時候 我就在彈琴 然後彈一彈彈一彈 我就忽然有一種感覺是 好像有能力從我身上流出去 那種感覺很深刻 就是有東西這樣出去這樣子 不是不捷徑的東西啊 是好像有一個管子 從我身上套上去 然後又從這邊裝出去 就是好像神的那個祝福 跟恩膏從我身上這樣 浇灌出去 所以當我在彈琴的時候 我就看到台下的人 開始被聖靈充滿 我就知道 哇 這個叫做神的同在 這個叫做我自己也經歷到 什麼叫做在服侍裡面 有神的恩膏啊 因為有的時候對於恩膏 或者是對於什麼神的同在 很多人來講是很虛擬的東西 好像是我們要平信心去相信的東西 所以我就跟神講 神啊 我不要只是平信心相信 神啊 我要親身經歷 當我跟神這樣禱告的時候 神就回應我的禱告 所以弟兄姐妹 我們也可以跟神禱告 神啊 讓我在信仰的裡面 不要很多東西都只是平信心相信 這樣很好 這樣很好 可是神啊 讓我有機會 可以有更多的經歷 我們才有機會去分享恩典 去數算恩典 所以最後一個 見證 巴迪麦經歷了神的醫治之後 他開始跟著耶穌做見證 耶穌走到哪兒 他就跟到哪兒 所以為什麼呢 因為耶穌走到哪兒 他就跟在耶穌的後面告訴人 說耶穌很奇妙 他醫治了我 耶穌很奇妙 他醫治了我 你一定要親身去經歷耶穌 你也要自己去經歷耶穌的祝福 所以弟兄姐妹 當我們數算恩典的時候 神有一個很好玩的原則 就是有的還要加給你 所以當我們不斷地數算神的恩典的時候 神的恩典會越來越多 神在我們身上的祝福會越來越多 我不知道我們 需要耶穌到什麼樣的程度 但是我們 必須要開始學習巴迪麦 特別在這個疫情的時候 不要再顧及我們的面子了 就是大聲地呼喊耶穌說 耶穌啊我需要你成為我的保護跟遮蓋 讓我不要生病 那就算我生病了 耶穌啊我更需要你的醫治 甚至在疫情當中 可能影響到我們的生活 影響到我們的工作 主耶穌啊幫助我 主啊幫助我 讓我突破 你是怜悯的神 你看看我吧 所以當我們來到神面前 讚美他 敬拜他 我們的態度 就會決定神在我們身上的工作 我們丟臉到什麼程度 也決定耶穌在我們身上 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巴迪麦是完全放下他的面子 反正他也看不到別人的反應 我看不到我看不到 他換來的是耶穌完全的一致 所以弟兄姐妹記得 我們不要顧及面子 來到耶穌的面前 讚美神的時候 真的不要跟神客氣啊 要有一個態度就是 我就是要耶穌 我不要錯過耶穌 當我讚美耶穌的時候 我一定要經歷他 今天不管是我要得醫治也好 我要得祝福也好 我要得豐盛也好 我要得平安也好 主啊我就是不要錯過你 我就是要你回應我的禱告 回應我的讚美 當我們有巴迪麦 這樣子的態度的時候 我跟你說 神一定會祝福你 最後我們上個禮拜 有講到一個姐妹叫做利亞 有一個姐妹叫做利亞 利亞是這個雅各 娶得兩個太太當中的一個 比較失寵的那一位 比較失寵的那一位 可是呢她生了六個孩子 她為雅各生了六個孩子 這六個孩子 有六個不一樣的心境的階段 我們再來看一次 上個禮拜有跟大家分享過 這六個孩子 第一個她生了流便 流便就是什麼 耶穌華聽見了我的苦情 老大到老四 是雅各先生的四個孩子 因為耶穌華看到利亞是從 所以她先讓她有孩子 神就恩待她 所以當她生老大的時候 十二個孩子當中的第一個的時候 利亞說神啊 謝謝你聽到了我的苦情 知道我是失寵的 第二個 西緬 耶穌華知道我是寵 所以你再給我一個 多一個寶藏 多一個寶藏 第三個 利未 她跟丈夫有連結 生到第三個了啦 連結也不少了啦 生到第四個 猶大的時候怎麼樣 就是讚美 神啊我讚美你 讓我在這個家庭當中 先生了四個兒子 先生了四個兒子 這樣地位有沒有穩固了 有穩固了 當利亞讚美神之後 神又 後來又給他兩個孩子 當他讚美之後 神給他兩個孩子 一個叫做 以撒加 以撒加 第五跟第六 有嗎 以撒加就是 通達十五 昌盛繁茂 有立即轉變的能力 了解政治的變化 恩高的察覺 當我們讚美神之後 神會開始把很多的祝福賞賜給我們 所以當他以利亞讚美之後 神就開始賞賜給他 昌盛繁茂 有應變的能力 了解當時候的政治的狀況 滿有恩高 很敏銳的察覺 然後又生了老六 叫做西布伦 就是我知道 當我讚美神 神是與我同在的神 也許這樣子六個階段的心境 是我們很多人的心境 可能一開始覺得 神啊 你到底在哪裡 神啊 你有沒有聽到我的禱告 可是當我們藏到了神的一點恩典之後 神我們開始回應說 神啊 我知道你聽到我的苦情 聽到我的狀況 所以神啊 求你改變我 我要開始讚美你 開始突破 所以我就開始宣告 建立祭壇 讚美神 然後神就回應了我們的讚美 開始把祝福赐下 這個禮拜 我最後講一個見證 我們有一個姐妹 忽然傳一個訊息給我 因為我知道他們家確診 所以他們都沒有辦法出門 都沒有辦法來敬拜 那我就請他的小家長 關心他一下這樣子 那這個禮拜呢 他就傳了一個訊息給我 他就說牧師這個 我們想要報名受洗 我說發生什麼事 你們確診都還好嗎 他說很感謝神 他說雖然我們家確診 我確診 這個姐妹確診 可是我的先生跟我的孩子都平安 就是他們沒有被傳染這樣子 所以呢 當他在確診的時候 他自己需要被隔離嘛 他就在房間裡面讚美神 禱告 宣告 他說只要我好起來 我就要帶我的孩子到教會來受洗 這是他跟神的一個約定 但是在這個禱告的當中 他又很貪心的跟神要了另外一個禱告 他說神啊 我還有家人還沒有信主 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家人也可以受洗 所以他就跟神禱告說 神啊這一次我的爸爸也確診 很奇妙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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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就做了一个宣告是 当我们都得到医治之后 我也希望我的爸爸可以受洗 因为他们家就剩下爸爸还没有受洗 所以他这个礼拜就跟我要了受洗的连结 报名连结 就说我要帮小孩报名受洗 然后也顺便要帮我爸爸报名 我说你爸爸也要受洗 然后他就说对啊 因为他在疫情当中 做了这样子的祷告跟宣告 他也不知道爸爸会不会回应 所以当他们得到医治之后 他就跟爸爸讲说 你孙女要受洗耶 你要不要一起洗啊 你要不要一起洗啊 然后这个爸爸就顿了一下 他就说 爸爸你要知道你这次能够平安康复 都是因为耶稣很爱你耶 我们都在为你祷告耶 然后这个爸爸一听到这句话之后 他就说 好啦 刚好我也退伍40周年 顺便一起啦 然后我想说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台阶啊 这是什么关系啊 好像就是爸爸 拍谁公好你知道 好像就是因为孩子的缘故 就是总是要找一个 找一个名目 但是很奇妙的是 他就说 人也很奇妙 当我们这样子 经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之后 我们更依靠神 然后很感谢神 也回应了我谈心的祷告 让我的爸爸也决定要 他们祖孙两位 下个礼拜天要在教会收洗 我们感谢赞美神好不好 确诊真的是一个 很好传福音的机会 不要放过好不好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也要预备 今天要来收圣餐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让我们真的在 神的国里面 成为一个赞美的人 主啊我们知道 神你创造我们的时候 就把一个赞美的本能 放在我们生命里面 所以神啊我们本来就会赞美 只是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 有很多仇敌的工作 导致我们看到的都是抱怨 看到的都是批评都是论断 但是神啊在这个疫情严峻的时候 你翻转我们 翻转我们的心思意念 让我们不再看这些问题 乃是让我们看到的是神你的荣耀跟奇妙 所以我们选择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 改变我们的话语 就是要不断的赞美你 不断的呼求你 大声的宣告 大声的赞美 主啊好像巴黎马一样 你看看我们 主啊你看看我们 因为你是慈爱的神 你是怜悯的神 主啊你是荣耀的神 主啊你是丰盛的神 所以主啊当我们赞美你 宣告你名的时候 神啊再一次帮助我们 让我们经历到丽雅的祝福 当我们选择赞美 神你就把昌盛 繁茂祝福恩膏都临到我们的身上 也与我们同在 谢谢耶稣 主啊我们今天要一起来 跟你同坐席 要来领受这个圣餐 主啊当我们拿起这个圣餐的时候 主啊这个饼代表着 主耶稣你的身体 为我们破碎 因为你所受的鞭伤 要使我们得医治 所以主啊当我们在吃这个饼的时候 主啊恳求你的医治领导 恳求你的保护领导 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得健壮 主啊也帮助我们 在吃这个饼的时候 让我们跟人之间有任何的嫌隙 能够修复那个关系 主啊不管是家人之间的问题 朋友之间的问题 同事之间的问题 主啊都恳求你来帮助我们做恢复的工作 主啊因为你是爱 所以你是爱 所以你爱每一个人 也帮助我们在爱的里面 学习去包容 学习去接纳 也学习去饶恕 好不好 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把这个透明的膜撕开 我们拿着这个饼 把这个饼拿出来 这是耶稣的身体 为我们舍得 每当我们在吃这个饼的时候 要纪念耶稣 纪念耶稣的身体 是为我们舍得 谢谢耶稣 为我们摆上了你自己 谢谢主 我们一起来领受耶稣的身体 耶稣在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是用我的写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云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主啊当我们在喝这个葡萄汁的时候 求你的宝血解禁我们 求你的宝血遮盖我们 主啊让我们的罪都被洗尽 让我们分别为圣 主啊若有得罪你的 我们不知道的 主啊都求你一一的来洁净 主啊也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我的家 主啊我不只为自己领受 我也为我的家来领受 让我的家也被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 让我的家人也有机会来经历耶稣 不是只有我领受这个祝福而已 是我的家的每一个成员都领受 耶稣的祝福 主啊让他们亲身的去体会 耶稣的爱 体会耶稣的奇妙 主啊谢谢祢为我们在十字架上 滴下每一滴血 为的是让我们跟你之间是没有隔阂的 谢谢耶稣 向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葡萄汁 耶稣的名为嗣 耶稣的名为我的天啊 耶稣的名为你 耶稣的名为你 谢谢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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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在祢面前清拜祢 享受祢的恩典 享受祢那丰盛的荣耀 主啊我们也要把礼物 带到祢的面前 愿纳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摆上 让我们所奉献的 讨祢的喜悦 谢谢耶稣 听我们的祷告 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我们一起来预备今天的奉献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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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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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祂恩宠 愿恩宠在你身上 祂的慈爱直到千代 在你家中和你儿女和祂后代 直到完蛋愿祂同在 为你看入做你后端 在你左右只会环绕 在你里面 祂不离开与你同在 活在清晨 活在夜里 或是你处 或是你路 或是流泪 或是欢喜 祂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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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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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UR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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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北满意 特别在疫情的时候 主啊 让我们经历更大的恩典 不管在我们的身体的健康上 还是我们家庭的和谐上 还是我们的工作上 主啊 都当我们经历到 神祢在前面带领着我们 恩待着我们 谢谢耶稣 与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同在 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 阿们 主啊 我神 我每逢聚目观看 你手所造 一切奇妙大功 感尖 新宿 又听到 隆隆 泪声 你的大能 变满了宇宙中 我灵各种 我灵各场 散灾美 救出我身 你真伟大 何等伟大 当我想到 当我想到 神经愿太 Él 儿子 僵尸舍命 我几乎不领悔 住在世家 甘愿被我的重担 留些奢神 为要赦免我罪 我领歌唱 赞美救助我神 你真伟大 何等伟大 我领歌唱 赞美救助我神 你真伟大 何等伟大 我要一起来呐喊气声 哈利路亚 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 愿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还有圣灵的感动与充满 与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 天父姐妹请坐 今天聚会到这边